好,那个 你录的我刚才没有打断吧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大家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大家经常说的 这个图像后处理的一些基本知识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就是因为有好多也是外周的朋友 我是在大学工作的 我自己的专业就是计算机应用 然后我的研究领域就是计算机视觉 当然计算机视觉就像医学一样 它现在这个分的也很细 图像后处理是属于底层的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视觉可以分三个层次 一个是底层 后处理就是底层的 那我自己主要的研究领域 其实是图像和视频压缩 对摄影来说呢 我其实是个新手 那个拍照片 我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个作品 比较喜欢拍鸟 就是说要是高调一点 就可以说我是在我这个计算机视觉领域里面 拍鸟拍最多的吧 大概就是对摄影来说是这样 因为拍鸟嘛 总是要涉及到处理的 我正好又是这个专专业的 所以我们会长就请了让我来讲一下 感谢他的邀请 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平时遇到的问题 平时遇到就是说其他摄影朋友问到的问题 以及我自己遇到的问题 这个图像处理这个东西啊 其实我给学生上课上了几十年 十几年 十几二十年了 是要上三个学分 至少三到四个学分的一个学期的课 那涉及到 它其实涉及到的东西非常多 就是跟这个摄影的朋友来讲这个东西呢 我也不是特别熟悉 所以我也就是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我也只能把平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和我自己觉得 在哪些地方可能会忽略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知道这个 我第一个其实 我今天其实主要讲的是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图像的表示问题 那图像的表示 数字表示 那第二个就是 图像的表示 怎么变成图像 那么它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其实 其实除了数字以外 其实还是跟 一些硬件技术有关的 比如说 显示器 显示技术 等等 就是 第二个其实就是显示器 第三个就是显示技术的问题 其实如果说 根据图像质量 如果我们谈图像 视觉质量的话 还有一个因子 其实是人的视觉特性 那我们知道 就是说图像 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 老早都有了 这个 这个 最早的人 人类交流方式 其实就是图像 那现在这个过了很多年以后 它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嗯 这个怎么动不了 好 它最不同的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啊 其实它最大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图像的载体 就是我们 在这个数字图像出现之前呢 我们图像的载体 其实是需要一个硬载体 物理载体的 就是 最早嘛 拿个竹签子 什么石头啊 画上 画上这个图 把这个图刻上去 然后 然后送到你面前 好 在数字图像出现之前 我们其实常用的是胶片 照片 需要 紫质的 或者说是 也是也是需要一个 一个 物理媒介 它要物理的送到你面前 你才能看到 好 那现在这个 这个 现在这个 数字图像 它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说 它这种表达方式不一样 载体不一样了 我听到有人在说话 那个 现在载体不一样了 载体不一样以后 我们需要 physically 就是说 我拿到这个图像 我才能看 其实也是拿到了 只是 它是更 就是我们 如果跟这种 照片 纸质的照片比 它是更 窝手的 方式 虚拟的方式 这种虚拟的方式 其实就是 图像的表达 有了很大的改变 那就主要是 图像这个表示方式 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们可以quickly 就是很快地过一下 就是说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个 这个图像的历史 照片的历史 或者相机的历史 最早就是 历清成像 最早第一张图片的时候 第一张照片 实际上是历清成像 就是第一张 它叫窗外的风景 这个摄影师 花了好长时间 做了一张这样的东西 1861年开的 1861年的 就是大家在这个 国家地理宗文网里 有一个摄影里程碑 有这样一个介绍 可以看到 1826年 它拍了第一张 那这是第一张彩色照片 这个第一张彩色照片的时候 哟 这写错了 没改过来 这个人错了啊 第一张彩色照片的时候 它的三个通道 还不是RGB 是黄色 蓝色和红色 当时还不知道 这个人眼 人眼的构造是三种 红绿 红绿蓝三种 那个细胞 光学细胞组成的 光学感知细胞组成的 那它当时用的是 红黄蓝 红黄蓝 这张照片 我摄影的人都知道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 Steve Micre 这个摄影师 在阿富汗拍的一张 阿富汗少女 那我为什么放在这儿呢 就这个摄影师 他同时在 你们知道 柯达在19 大概在19 2009年6月 柯达宣布 他的胶卷就不再生产了 停止胶卷生产了 当然后边可能 好像又出了一些 停止胶卷生产了 他们就把最后一个胶卷 交给了这个摄影师 就这个拍摄了这个照片 就这个阿富汗少女 这个照片的摄影师 交给他了 然后他拿着一卷胶卷 拍了最后一卷照片 然后放在了 纽约Lochist的一个 George Eastman的 故居的一个博物馆 就作为这个纪念吧 就是这个柯达 柯达胶卷落幕的时候 其实还很 arrogant 做还有一个仪式 最后一个胶卷 就给了他拍摄 也就是说这个 从这个 我们最早的这种 绘画方式 课方式 到胶片的方式 到现在数码相机的方式 那其实最大的改变 就是图像的表达方式改变 图像的表达方式改变 引起了一系列的革命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摄影的门槛 至少降低了 我们不用去冲胶卷 成本也降低 降低没降低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我们感觉是降低了 我们拿相机就 无成本就可以随便拍了 不用考虑洗照片啊 等等这些东西 不用考虑这种 这种硬的边界成本 这个是第一张的运动照片 这个是 这个当时是这个摄影师 他很想知道 马在奔跑的时候 马在奔跑的时候 是不是四个蹄子都 都离地的 所以他花了几年时间 就设置了12台相机 在这个赛马场上 同时那种钢丝相机拍 同时拍 最后发现 这个就是第一张的运动照片 运动场景照片 最后你们发现 它的四个蹄子有没有离地啊 好像是有离地的 这个是 那这个也是个很有名的 这个不是照片 就是以前在 在这个拍照发明之前啊 就是彩色照片 出来之前 我们知道都是绘画的 是吧 绘画的 那个数码相机出来以后 我们以前常听的一个笑话 就是说一个妈妈 带着儿子去公园 看到有人在画画 儿子就问他在干什么 妈妈说 他没钱买相机 只好画画了 那这个 这是我们以前经常 这个开玩笑 经常调侃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是 其实是个蛮有名的话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是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当时他画了这幅画 是推动了国家公园的建立 国家公园建立 但其实在这个人之前呢 国家地理杂志 收到了很多 关于Yellowstone的 这种画的画 但是都没有发表 为什么呢 他们说这都是假的 他们自己造出来的 他们自己造出来的东西 就是事实上 没有这样的地方 这都没有发表 直到这个 直到这个人在 1871年和一帮 考察 就是地理考察的 一个队伍去了 画了这个以后 才开始推动 这个国家公园的建立 那我们开玩笑的时候 当时如果有 有那个相机拍下来 就没这个问题 国家地理肯定给他发表 刚才那个地方 其实就是大家知道的 是Yellowstone River 黄石公园那条河 这个没什么了 这个大家知道 是国家地理有一期的 一个登出来的 一个希腊的蓝顶教堂 我在左边 我在右边放这张照片 我其实是我平时 给学生讲课 我都会放一下 这个就说明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在拍照的时候 我拍下来的东西 和我看到的东西 其实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怎么办呢 那我就可以 有图像处理来解决它 那后面就是处理过的 处理过的 就比较接近原来的情况 我这个我把它跳过去 就是跟我们今天讲的 有点相关 但是不是我们要讲的东西 就是我其实想讲的 就是说 不同的应用 其实它的对图像的 表达的要求 是不一样 要求是不一样 好 那我们刚才说了半天 其实就是说 我们图像技术的进步 是什么 图像技术的进步 其实就是图像表达的进步 就是图像 我怎么表达一张图像 你看它这个 随着这个科学的进步 我们图像的表达方式 也是在进步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其实图像的表达 图像的怎么表达 就是图像的表达方式 是图像处理最关键的部分之一 但当然我们如果是摄影的人 对这点体会 不是特别深 但是大家都知道 有一件事情就是AI AI在干什么 AI其实在学习 不同任务下的图像的表达 就计算机视觉在做什么 计算机视觉现在用深度学习 用机器学习 它在学什么 学图像不同的表达方式 我怎么根据具体的任务 比如刚才我举了一个 我想检索图像 检索图像 我们通常的图像表达方式 是不行的 那我就要寻找 另外的表达方式 因为我们通常的表达方式 它一个图像放大缩小 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我一个物体挪落位置 它图像也变得不一样 所以它没办法 进行图像检索的 就是我搜索类似的图像 这种情况下是没办法 它不具备这个 平移不变性 旋转不变性等等 尺度不变性都不具备 这个是题外话了 那我其实我刚才想说的 就是说其实在图像处理 在计算机视觉里面 信息表达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甚至就是说所有的信息技术 信息的表达都是 都是最最基础的 最基本的技术 就是我们其实整个科学都在 整个科学 不管是物理学化学还是 只要它涉及到信息的表达 一定涉及到 信息的处理 一定涉及到 我如何表示 如何给它一个数学表示 这样的问题 那对图像 这个对图像来说呢 不同的应用 它是需要不同的表达的 那我们对于我们摄影的人 我们其实后处理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改善视觉效果 改善视觉效果 所以我们用的什么表达 我们用的表达是 其实是图像表达里面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那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图像表达方式 那我们现在人眼 你们可能看到了一张 两张 一张黑白图 一张灰度图 一张彩色图 这个是 这两张是在图像处理 这个领域里面 特别有名的两张 Benchmark 因为我做图像压缩的嘛 它这个就是Benchmark 你能压缩到多少 PSR 新造笔还能达到多少 这个就是一个 常用的一个测试图像 这个图像的主人 自己不知道 这个图像主人叫Lina 她自己本人不知道的 她不知道她作为这个 就是WE学科 还有计算机学科 作为这个标准图像 做了这么多年 等她知道的时候 这个版权追溯已经过期了 所以 所以 那个后边就是说 在 2015年 其实在2000年以后 很多这个图像处理的会议 都会邀请她去参加 我其实参加过一个会议 2015年参加过一个 国际的图像处理会议 这个中间这个老太太 就是刚才那个 那个美丽的女郎 你看这个岁月 就是个沙洲道 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当时她给大家颁奖 就是请了她过去 她是 北欧的一个人 好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图像表达 这个方式来 我们 我们摄影的 摄影的这个 爱好者 我们在做图像后处理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图像最基本的表达方式 好 她有个专业术语就叫色彩域 或者空间域的表达方式 也叫像素的表达方式 这个大家可能都很清楚 我其实就是 我们其实这种表示方式就是 我是一个个像素给她付一个值 然后这个值就代表它的亮度或者色彩 那这个就变成了表达方式 就是其实她这每一个 每一张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每一张图 不管是彩色的 还是灰度的图像 它其实 它的背后 都是一个个像素的亮度 或者色彩 如果是灰度图 它其实这个 它它的是亮度 亮度只有一个值 我们叫标亮值 我说过 我这个课只需要高中数学 我说标亮 可能还是属于高中范围的 那如果是彩色图呢 它是一个彩色值 它是个向量值 就是有三个值 构成了一个向量 RGB 或者是其他的元素 或者是其他的表达方式 但它是一个向量值表示的 不管它是向量值 还是标量值 它表达的是一个 像素的亮度 或者色彩 它是独立的 这个值是独立的 它跟其他没关系的 这个有一个什么好处 我想大家在处理图像的时候 都会做一些局部处理 我把这个暗的地方 把它拉亮 这个就是像素表达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我可以局部处理 不影响其他像素质 我可以就只处理它们 把这个颜色变短了 变冷了 把它调一下 你可以单独做 甚至可以 你如果会编程的话 你可以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来做 全部都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都改它 改的都不一样 都可以 那既然我们说了 这个图像 它是像素值来表示的数字 用像素的亮度来表示的数字 其实我们后处理是在干什么 就是改变数字 一个数字去改变它 那你就相当于改变了色彩和亮度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第一点就是 它最基本的表示 其实就是 我们对我们摄影人 来做后助理来说 来看 或者我们看图像来说 来说 我们面对的它的表示 就是一个像素预的表示 或者空间预的表示 那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 这个Lina 这个眼睛里取一小块 八乘八的 它其实就是这样的数字 其实就是这样的数字 简单来说 我的数字图像 就是用数字表示的图像 我们的后处理 就是一个个改变这个数字 你看 如果这些数字 如果这些数字 你一个个的改了 你比如把57变成255了 它就不是黑的了 它就不是灰色的 就是白色的 就是改变这个数字 当然我们也不能随便改了 这个 这个是就是说 我图像图像的表示 是用数字表示的 这个是一个方面 那后面就会涉及到 我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我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怎么变成 我的光学数据 怎么变成了数字 那数字完了以后 我不能看数字 我们图像是为了视觉需要 我不能看一堆数字 你看你看这边的数字 我不告诉你 它是眼睛的一块 你怎么知道 不可能 那这样一个人脸 这样一个Lina 这样一个美丽的女郎 你如果给你一堆数字 你绝对看不出来 它是猫还是狗 还是一个女性 看不出来的 那其实刚才我想说的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就是得到了 我们现在这个图像 数字图像的表示 它就是一个阵列数字 一堆阵列数据 这个数据如果你稍微懂一点数学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叫矩阵 或者数字 或者叫二元函数 这个还是没有超过高中数学的范围 如果是做过一些编程工作的这个数字 是非常熟悉的 学过一点数学的矩阵也知道 下量也知道 其实它就是这样一个数字 就是一个数字 每一个数字就是 这个数字里边的每一个数字 它在显示器上显示一个亮度 如果是灰度图的显示一个亮度 这个亮度呢 我们的显示器通常是八个位表示的 就是说它有256个级别 从暗到最亮 从最暗到最亮有256个级别 也就是我们能看到 我们在一般的显示器上 我们能看到的是256个亮度值 强度值 那我们要处理 假如说我就只处理这种灰度图 我就是改变这个亮度 把数字变小 就是把这个像素变暗了 把它变大 就是变亮了 那人眼其实还有一个特性啊 人眼对这个 就是我刚才说八位什么意思呢 八位其实是计算机的表示方式 我们通常买菜买东西 我们用的是十进制 但是计算机不会用十进制 它用的是二进制 所以它那个 它里边的那个表示 都是二的几次方 这样表示的 八位就是二的八次方 是256个级别 那这八位里边 从低到高有八位 那八位里边 人眼对高位的数字最敏感 其实就是对亮的地方比较敏感 其实就是人眼对亮的 亮的部分比较敏感 对暗的部分比较敏感 这个人眼的特性有关 人眼的视觉特性有关 那究竟我们 我们能看到 其实我们看不到256个级别的 人眼不能识别这么多级别的 如果在同样的背景下 人眼其实能识别的亮度级别 只有最高是24个 最少是12个 就是在暗的情况下是12个 在亮的情况下是24个 那就是我们其实对低位的数据 就暗的数据是不敏感的 这些数据我们有时候也叫 也叫细节或者噪声 那这个是彩色图像了 就是如果你是彩色图像 我刚才说了 也是我们这个图像的表示 也是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它每一个元素 它上是个向量 RGB三个值 然后这三个值到显示器上去 调相应的亮度 比如调红色的亮度 根据你的数值调红色的亮度 根据你的数值调蓝色的亮度 调绿色的亮度 就构成一个颜色 那整个放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图像 你看到的这个图像 其实它背后是一堆的数字 就是这样 好那视频是什么 视频其实本质上是 一个静态序列 静态图像的一个序列 静态图像 你联系播放的时候 你其实是靠人眼的延迟效应 你看到了它的联系在动 实际上你一个个看 它就是一幅一幅的静态图像 那既然静态图像是一堆数字了 那视频其实也是一堆数字 那它跟静态图像的差别是什么呢 视频除了这个除了空间 就是我这个图像本身 静态图像本身要做数字化以外 还有一个时间轴也要做数字化 那一般来说我们是24到30帧 这样人眼就察觉不到不连续性 你看到是连续在动的 连续在动的 当然越密越好 但是人眼可能识别不出来了 就是你到了超过30帧 你人眼是识别不太出来的 除非你拍慢动作慢放 你可能能看到 好 那我们数字作为图像的载体 我们其实除了数字以外 还需要其他的因素 当然首先就是能够表达图像的数字了 这个就涉及到图像数字的获取 处理等技术 也涉及到你相机质量 我怎么选取 就是图像的获取和处理 跟这个相机的质量选取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要素其实是显示设备 显示图像的设备 还有第三个就是数字和亮度 及其色彩的对应规则 不是说你有同样的数字 你显示出来的东西就是一样的 也不一定一样的 就是同样的数字 我不对它做任何处理 那这里还就涉及到了显示器的硬件设备 和显示的规则 就是我一个数字 我看这个数字 我不知道它什么颜色 我必须拿它跟一个色彩 或者亮度进行对应 然后显示在屏幕上 我才能看到图像 那也就是说 这三个因素对图像的视觉质量都有影响 刚才我也说了这一点 这个图像的视觉质量都有影响 还有一个额外的影响因素 就是人的视觉特性 人眼的视觉特性 这个 这个是 也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 好 这个是一个例子 就是 这个就是两个图像 你看显示出来不一样 对吧 它来自同一组数据 完全相同的同一组数据 这个数据是来自一个 RAWDATA吧 RAWDATA数据 那第一幅是用PS 就是用Photoshop显示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 你会觉得这个有些部分过报了 对吧 就上面过报了 但实际上 它在你觉得过报的地方 它还是有细节 特别是用了 用了其他的显示方法 用了其他的显示方法 做了一个变换来进行显示 或者说在做了一些相应的处理 再显示出来 或者说我在这个 RAWDATA显示的时候 对它的这个 对应值 做了一个不同的规则 显示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今天要强调的第二点 其实就是说 我们不同的硬件和软件 同样的数据显示出来的 亮度和色彩 也不一样 我可以再给你们举个例子 就是你看 你们可以看到 我这是同一台电脑了 你可以看到这幅图像 这是我用这个 微软自带的一个 一个显示器显示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 看不到 紫尼娅看到了没有 看得到 看得到 好 那再看一下 我另外一个软件 这个是 这个是它的Windows图片 照片查看器 这个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 是完全同一幅图像 我这里其实有 我看有三幅吧 三幅我给你们看一眼 你看这一幅 这一幅 总共三幅 你这里只看到两幅 就两幅吧 就看这两幅 好 那我再换一个浏览器 你们看一下 我任何东西都没改 只是用了两个 不同的浏览器 你看这个 这一幅 这个就是跟刚才一样的 你看 这个图像 这个图像 其实是有三幅 你看到这儿 是有三幅的 你看跟这个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是吧 那你如果在做 图像处理的时候 你使用的浏览器不一样 你可能处理出来的图像 这个你肯定不觉得它好看嘛 是吧 太暗了 或者说 当然你也 有人也会觉得好看 这个 这个是主观的 图像质量的评价 是个非常主观的东西 对我来说 这个样子 我就不喜欢 是吧 那我 我还是比较喜欢 类似这样的 这样的颜色 是吧 就是 那这里就是说 我们先不评价 哪个浏览器好 而是 而是想说的 就是说 其实图 视觉图像质量 除了 糟糕 我这个好像又丢掉了 不是狂打了 看到了没有 看到我这个PPT了没有 看得到 看得到 嗯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 你在使用 就是你在处理后处理的时候 这个是我刚才说 是比较容易忽略的 我们的显示硬件有什么 你那个相机的 那个显示屏 就是一个硬件 嗯 这个显示屏的 显示的 效果 跟电脑显示的效果是 是有很大差别 这个大家都清楚 不同的手机 也是显示器 它显示的效果也不一样 就是 就是同一台电脑 就不同的显示器 在电脑里面 它显示的 不同厂家的电脑 它显示的效果也不同 因为我们每一个显示器 我们都有自己的驱动程序 这个驱动程序做什么呢 它就是把数字和亮度定一个规则 我怎么显示亮度 这是一方面 这个当然是显示 它驱动程序属于软件部分 算法部分 它还有一个硬件部分 就是说 我的材料 我的RGB 这个光管 我用的材料 我的制造工艺 也会产生不同 也会产生不同 所以就是说 这个我们在处理 处理图像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因素 至于考虑不考虑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 这两个也是 这个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这里两幅图 昨天我问过 Sarina 她说这个差别不大 但是在我电脑上面 两幅图的差别是蛮大的 第二个 我是觉得它色彩 有些失真 第二幅图 我是觉得它色彩 有些失真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失真是因为 用了一个不同的显示器 和浏览器 来调颜色 你在这里看到是 已经是正常了 你感觉正常了 但实际上 换一个显示器 可能就不正常了 那就是说 这个 要是我的意见 就是说 你其实应该 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数据 尽可能的保留原始数据 而不是把它调成这种颜色以后 你觉得可以了 就把原始数据给扔了 那就保留它 好 刚才我们也说了 通常的显示器 我们显示是256个量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你 我想来听这个讲座的人 大家都拍照片的时候 既然要做后处理 大概拍照片的时候 用的都是RAWDATA 很少用JPAC JPAC和RAWDATA 它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区别 其实就是在于 它的那个亮度的级别 差了很远 或者用这个摄影人的数 就是宽容度 差了很远 RAWDATA 它就是单通到 可以到2的16次方 JPAC只有2的8次方 因为JPAC是为显示 而做的一个格式 为显示器做的格式 它就是8位的 室可显示器显示的 那其实我们拍照的时候 我们采集的数据里面 包含的信息要比JPAC多 RAWDATA 它包含了更多的信息 它在这个亮度级别里面 它其实包括的更多一些 就是有2的16次方 其实比单通道 都比这个JPAC多 256倍 如果三个通道 你想想它多的倍数 是256乘255再乘200 是非常多的倍数 好 这么多倍数 假如直接去显示RAWDATA 就是我 我想我们每个人拍完照片 我们第一看要看的就是RAWDATA 这个浏览器 它的背后是要把很多很多的数据 把它归到256个亮度显示出来 让你看到 这个是我们在做图像处理的人 我们做图像处理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叫量化 它有个专门的术语叫 量化 就是说 我没有这么多的显示 显示级别 显示器显示不了这么多级别 这就是我们一般的显示器 是显示不了这么多级别的 现在有很昂贵的一些显示器 在医学里面用的显示器 能显示10位到12位 但是还是没有到16位的 那我们通常的显示器 是显示256个亮度级别 RGB都只有256个亮度级别 那它在显示RAWDATA的时候 它一定要做一些处理的 不同的显示器 不同的驱动程序 不同的软件 它在处理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 你RAWDATA有的信息 它有的并不一定能显示出来 并不一定显示出来 就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图 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图就是这样 就这个右边这个图 它其实这些细节是有的 但是这个 左边是Photoshop显示的 Photoshop它在显示的时候 它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映射 什么简单映射呢 256个灰度级别 映射到一个灰度级别 亮度级别 就做了这么简单的一个等距影射 右边是做了非等距影射 非线性的映射 不一样的 那就这个是 这个是 我想提醒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有时候看到 那个Serena 我们俩正常一块去拍鸟 她有时候说 我刚才拍的过报了 我都跟她说 你在这个小屏幕上看到过报了 回去看不一定过报 也许它的亮度的地方 细节还在 你可以通过处理拉低亮度 可以把它再挽回 这些亮度再挽回 实际上我自己是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了 那个 我这个地方跳过去了 我刚才 其实我刚才也说过 就是说我们人眼 对 其实也识别不了256个亮度级别的 我们能识别的大概就四位 五位 三十二 三十二个亮度级别 我们是能识别的 那在这个 那在这个计算机视觉 或者说我们叫 低位投降处理里面 其实有一个领域叫信息隐藏 信息隐藏 其实就可以隐藏在这个 这个低位 就是可以 我把 我需要重要信息隐藏在低位数据里面 就是说人眼 看不到的数据里面 像这样的就可以 你可以通过 通过这个 你看 我可以把这样一个飞机 隐藏在这样一幅风景图里面 然后再把它截出来 那个 我把这个跳过去吧 因为 这件事情跟我们 这个其实也有时候也叫水印嘛 就是你可能 有时候会再看到 那个有些软件的时候 给你加个水印 加在哪里 就加在低位信息 你看不到的信息里面 解码是可以解出来的 跳过去这个地方 好 那个 我们在讲后边的时候 我们来介绍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是希腊的位成 假如你到了这里 看到很多人 看到这里有很多人在走来走去 你又想拍一张图像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干干净净的一个建筑 怎么办呢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 就是我想 我想拍一张这样的图片 但是 但是他 一直有人在这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有没有人嘛 就走来走去 那怎么办呢 这个又有点像去造了 是吧 有点像去造了 那这里就是一种去造的 方式 或者说 你 就是说 我有一些随机因素 我把随机因素把它去掉 那 那个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把 你把手 你把这个相机架在那 固定着 连拍 十几张 隔十秒拍一张 隔十秒拍一张 你拍十五张左右 大概 十五张 基本上这个数字够了吧 拍多更好 拍多一些更好 然后 然后 他这里写的是 就是说 你Photoshop里面 有一个功能 可以取它的中间值 就是这些 每一个像素 我都取它的中间值 或者 如果你学过一点 计算机的话 你可以取 我们叫 重数 重就是多的意思 三个人 数就是数字 就取那个最大的 出现最多的那个数 就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人去掉 去掉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去不掉的 如果有两个人 这里这两个人 这里这里这两个人 一直坐在这 你拍照的时候 他都不走 那这个时候 你就去不掉它 或者说你说 我去外滩 然后外滩 那个人挤人 人的假情 去外滩 那你这个时候 想拍一张 外滩的 干净照片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个它背后 也有一些数学的道理 在里面 好 那我们看看最简单的 这个后处理方法是什么 其他的 其实是原理是一样的 只是方法更复杂而已 其中一 第一种方法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我把一个 一个你看我这个红色 代表一个纸 蓝色代表另外一个纸 我们通过一个影射 把这个 因为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我们只看这个 256个亮度级别 那么你这个图像里面 只有256个不同的数 那我 我只需要把这不同 每一个不同的数 做一个影射 影射到 另一个 那 那就可以了 或者说我就定义一个 这个就是 从0到255 256个数 它得到 通过这样一个函数 或者说一个曲线 你看这个就相当于 我们在图像处里面 看到那个曲线 你们看到的曲线 就是它了 就是在这里 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我想很多人 都用过这个曲线 这个东西 那 那 这样一条 就是 我在这里摆的这条曲线 它的作用是把 暗部的细节 加强 它做的是暗部细节 加强 那 这是一种 这是 其实两类方法里面 其中一种 两类主要的方法里面 其中一种 那你这个 您在那个 像那个Line Room 或者是Photoshop里面 都有这个曲线变换的 它其实就是 我一个数字 通过 我在这个位置 通过这个变换 变到这个位置 然后放到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这个像素上 就改变 我们不是说吗 我们的后处理 就是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 改变它的亮度值 或者 或者色彩值 改变色彩值 也就是改变 RGB的亮度值 一个一个改变 那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所谓的 我们叫 Filtry Filtring 或者叫卷积 或者叫Mask 就这种方法 那这个方法 最基本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 一个 这叫一个filter 给你九个数 这九个数 我要处理 你看这里还是有个红色的 红色的这个像素点 这是代表一个值了 这个红色的像素点 我怎么处理它 我怎么处理它 怎么处理它 就是给一个九个的 九个 九个也好 二十五个也好了 这是个例子了 是三三 三乘三的一个窗口 每个窗口上 每一个小窗里面 有一个数字 把这个窗口按到这个地方 对应的地方 相同 然后加起来 就下来这个公式 加起来 然后得到一个值 这个值 就付给你要处理的 这个像素 好 那我们常见的 就是我们在 在我们这个 我们常用的软件里面 这是什么呢 就是你 比如你要做平滑 或者做这个锐化 或者做对比度 加强等等 边缘提取等等 其实都是 都是这个方法 不同的只是 这九个数字 或者说更大的一个窗口 二十五个 或者七七四十九个 等等 更大的窗口 它里面数字 不同而已 不同而已 刚才那种 是个全局的变化 就是说我 我输入图像 它的 它的相同的亮度 在输出图像 还是相同的亮度 只是亮度不同了 改变了 但是它在输入图像里面 是同样的值 在输出还是同样的值 还是同样的值 比如说在输入里面是零 在输出里面 它都是一 要是一 都是一 要是二 都是二 要是三 都是三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这是个全局的变化 那这个是个局部的 而且它的 就是说上一个 这个处理的时候 我每个像素 它的变化 跟其他像素没关系 没关系 它的值是一 它变成25 那所有的一 都变成了25 它旁边是二 是三 是五 是六 都没关系 都跟它会变成什么 都没关系 那这个不同 这个就是说 我这个 我这个值 要变 就是我这个值 比如说是一 在另外一个地方 也有个一 这两个一 它变到这里来 来看 不一定都是一了 而是跟它周围的 像素有关 这个我们有时候 叫neverhood 处理 就是跟它的 相邻像素有关的 这也叫filtering 就滤波 我们常听到的滤波 就是这种情况 那现在我们大家能 经常能听到的 AI处理 就是人工智能处理 人工智能处理 是在干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为某一个 特定的目的 比如说sharvening 我不知道你们用过 那个 How has the sharpening 或者趋躁 它其实就是 通过AI的方式 学这样一个filter 学出来 而不是 我们事先给定 而是它通过 通过对你的 这个 通过事先训练 学出来 然后通过 对你的图像 进行 统计 来找到 某一个 它学好的filter 大概就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刚才说了 大概的处理方式 就这样两种 这是最简单的 这个是线性的 最简单的 那现在复杂的 就是它 它改变了方式 原理 还是这样一个原理 就一种变化 是跟我这个像素的变化 是独立的 还有一种 就是说 它是跟邻居有关的 你要做平滑 或者说锐化 它一定是跟邻居有关的 你单纯的把拉亮 或者说拉暗 它可以跟邻居没关 跟邻居没关 那相邻的东西可以没关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如果应该是 Photoshop里面的浮雕 这样一个选项 以前的Photoshop 一个浮雕 这样一个选项 那就是说 它这里其实这个T 就是一个filter 那它这样 把这样 左边这个输入图像 变成右边这个输出图像 它其实就是像素之间的 加减乘出得到的 加减乘出得到 我前面在介绍的时候 我都说了 我这个 这个图像处理 其实就是加减乘出 没有其他更多的 更复杂的运算了 它也就是相邻像素的 加减乘出 就是刚才我介绍的 第二种方式 那更具体的 这个其实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filter 就是 我这里每一个像素 不是都是数字吗 就拿这样一个filter 按上去 让它跟它周围的 就是这个当前像素 以及周围八个像素 相乘相加得到 然后改变以后就付给它 最后 出来以后 你在显示器上显示的时候 它就显示出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是 其实在这个处理的时候 最简单的 总结一下 就是数字图像 其实它就是 就是用数字表达的图像 那对我们图像 对我们摄影的图像处理 后处理来说 我们用到的是 最基本的表达方式 就是这种矩阵的表达方式 那图像处理 就是一个一个像素 来改变它的亮度和色彩 就是你知道 你认为你自己去改变也好 你让软件帮你改变也好 它都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好 我们既然说这个图像 现在这个图像 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这个数字的表达方式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先来看看 我们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到的 这个对我们 对我们了解这个图像 或者说 我们在处理这个图像的时候 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有一点帮助 这个是最典型的一个图像 获取的一个示意图 这个就是目标 这是我们的场景 场景上的目标 这个就是我们的相机 这是我们的这个设备 这是光源 光源照上去反射到你的镜头里边 它就反射到你的镜头里 到了这个sensor 它就会生成一个光学图像 假设这个是光学图像 当然其实没有真正的光学图像 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个光学图像 通过一系列的处理 就变成了这个电子信号 那个CMOS或者是CCD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光转成电 光信号转成电信号 然后再下一步就是把它digitalize 就是说其实我们把它数字化 如果理论就是说 更抽象一点说 光学图像我们可以看成是个连续的函数 如果你学过高中数学 函数这个概念是有的 连续函数应该也知道 那这个就是它的示意图 那其实就是我们首先得到的是一个连续的这个连续色调的一个图像 连续色调的图像 然后我们要做采样 采样其实是一个术语 大家不要被吓住了 采样就是我把这个连续的把它离散 因为我们计算机是不可能表示连续的东西的 计算机是离散的 对离散的数字进行处理 它不能处理连续的 比如0到1这个区间 它有多少个数 你所有全世界所有的硬盘你都放不下 就0到1或者0到0.1 0.001这么一个小小的区间 它是它连续的是无穷的 无限多的那我们没办法处理 我们只能把这个0到1这样一个区间 把它分成若干个小格子 用个小格子来代替它 这个过程就叫采样 或者叫或者英文叫sampling 用一个取样的东西把它采样 采样以后 就是说我们空间是把它离散了 数字化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光的色彩 它也是连续的 就是函数值也是连续的 函数的定义域也是把它离散了 函数值我还要把它离散 这个过程我们叫quantization 量化 量化 量化就是把光 比如说最黑是0 最亮是1 这也是个连续区间 这是连续的 光是光从最亮到最暗是连续的 连续我在计算机里没办法表达 我也要把它分成级别 比如这里大概分了八个级别 当然我们的row data分了多少个级别 row data分了2的16次方 或者或者现在可能 其实其实说是2的16次方 其实加能只有2的14次方 它申请了专利 加能应该是宽容度最好的吧 它分的级别越多 我们叫宽容度越好 就是说理论上它是可以有2的16次方 两个字节 2的16次方 那这个row data是分了这么多级别的 那tripec是8位的 就是256个级别的 这个把这个光的连续性 把它离载化 这个过程 我们叫contentation 把这个空间的连续性 把它离载化 我们叫sampling 这两个是两种数字技术 这两种数字技术 它的用途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数字技术 我们对应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传感器输出的是 连续的电压波形 也就是图像了 我们把它看成一个 就是其实光级图像的光电 转成了电信号 光级号转成电信号了 那计算机是没办法处理 连续的东西 那它要把这个 我们里面那个CMOS 或者是CCD 那个sensor 它是要把它转成数字形式的 这里就有两种数字化处理 就刚才我说的 一个是空间离散化 一个是亮度离散化 亮度离散化 这个我想这个空间离散化 这个大家还相对比较熟悉一点 你看 我们买相机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关注的这个参数 就是像素多少 比如你拍一张脸 你用一百个像素 跟你用一百万个像素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sampling的密度问题 采样密度问题 采样密度越高 你的像素值越高 就相机 在这个你买相机的时候 这是你最关注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大家都不太关注 它其实就是 相机的这个色彩宽容度 它这个跟什么有关 跟第二个 把亮度把它 把它亮度也离散化的时候 我的级别到底有多少 到底有多少 可能就是佳能相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它是占优的 它能把它 这两个技术 其实都是考验 相机生产厂家的 实力的 相机生产厂家的实力的 你看现在这个 全幅相机最高的像素 应该是索尼的吧 索尼是60M 就是它的A74吧 A74 它是60M 但实际上这个佳能 佳能有一款半幅相机 叫90D 它其实它的那个 采样密度更密 它折合成全幅相机 应该是90M 85M 到90M 应该是更高 但是它现在没有一个 全幅相机 只能达到这个程度 那这个可能涉及到 数据太多处理 太慢的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从相机来说 它其实这两个 第一个就是涉及到 就是跟我们这个 我们常说的像素有关 第二个是跟我们的宽容度有关 这个大家可能平时 不是太注意 不是太注意 反正因为人眼嘛 识别的这个亮度级别 没有那么多 它是有2的十字方 还是有2的十字方 在很多情况下 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对我们一般的用户 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能对更高层的用户 它会看到那个差别来 也有很多 当然也有很多 这个摄影的朋友说 喜欢这个佳能的色彩 我想喜欢佳能色彩的原因 应该是它这个色彩的宽容度好一些 就是说它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亮度的过度更平滑 你或者说你可以从亮的 就是从过报的 就是看上去好像过报的地方 能把细节拉出来 看上去很暗的地方能把细节拉出来 大概是这样子 当然我也听到有人说这个 在佳能的不行 那个尼康的好 我没用过尼康 数码相机 我不知道 以前用过它的 它的那个胶片相机 但是没有用过它的数码相机 尼康好像确实在后处理方面 做的还是不错的 尤其它相机降噪 它的相机降噪是萨卡降噪 不是硬件降噪 这个 这是后面 后面我们可能会讲到的问题啊 那也就是说 这个 从数字图像表示的 数字获取 就是图像数据的获取 这个角度呢 其实有两个很关键的词 就是分辨率有两个 一个就是空间分辨率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这个 亮度分辨率 亮度分辨率 那你看这个 这也是个简单的示意图 那这是一个图像嘛 图像 那我们首先要做一个 sampling是做什么 那就是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从A到B把它打成格子 把它打成小格子 只给这个小格子取之 其他地方我不管 因为相机处理不了 相机处理不了 这个取的密度 就是我们 我们相机的相似 有多少 取得越密 你的相似越高 取得越 取得越 输 你的相似越低 当然这个 他取的疏密 我刚才说了 这个 这个 sampling的 这个是 是相机厂家的一个 显示他实力的一个地方 取得越密 那个你的图像越细致 但是呢 它的光能少 一个像素的 获得的光能少了 它就会 噪声就比较高 能不能抑制噪声 其实就是这个 硬件的 硬件的进步问题了 我们在这不多说了 还有一个就是 量化 你看 我把它理散化以后 你看 我得到了这些 得到了 得到了一条 这个震荡的曲线 这个震荡的曲线 其实还是不行 我还要把这个 它的值 还要再把它 再把它 理散化 那在这里 当然是为了示意 只分了八个 只分了八个值 也就是说 我好多好多 这个一样 不同的光 光量 我都用一个光量 来代替它 那最后 最后就得到 这是一个示意图了 其实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这样 这个 这个经过 采样和量化 三路领和 quantitation以后 我得到了一个 这样的图 原来 原来联系的是这样 这当然 这是示意图了 得到了这个 那当然 如果踩得越密 我的这个 得到这个图像 质量越接近 原图 我的光 光的那个 级别 越多 越接近 原来的 原来的 这个目标 那最后 我们其实就是 刚才说 我们得到一个 矩阵 来表示这个图像 那这里还是 这个还是讲的是 获取这个问题 获取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这些是它的 数学表达了 我也不去多说了 那个 你去真正 去做这个 数学处理 这个其实也没有 太大的关系 你要知道的 其实就是说 我每个像素 我都是单独的 独立的 这个就为 这种表示方式 就 它第一 是符合我们 视觉的需要 我这样表达 我可以把它 显示成一副图像 第二 我们 可以 很方便地 做图像处理 我只处理局部的 一个个像素来处理 这里就是说 我们这两种 我刚才讲的是 我图像获取 有两种重要的 数字化技术 它产生的 也跟这个图像质量 我们拍 我们得到一张照片 除了光学的因素 我的镜头很好 我的镜头 那个镜光量很大 我的构图也很好 我现在这个 拍的这个场景 光线也很好 这个是重要的因素 还有两个数字化因素 也是影响质量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两个分辨率 一个分辨率 就是空间分辨率 也就是 这个空间分辨率 给了我们这个 相机的像素 还有一个就是 亮度或者色彩的分辨率 好 那我们知道 这个RAWDATA和JPEG图像 它的分辨率 就是不一样的 差了非常多 不是差了一点 JPEG就是说 它每个通道 只有八位 只有八位 三个通道 就是三乘八的 二十四位 二十四位图 那这个 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 因为空间分辨率 就是大家还容易知道 就是像素有多少吗 我一个拍 我拍一个人脸 我是用了十个像素 一百个像素 一千个像素 还是用了一万个 十万个 一百万个 一千万个像素 那你显然知道 它是不同的 这个是有质量差别的 还有一个质量差别 其实就是 我的变化程度 量变化程度 你看这个 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零来表示 最暗 一表示最亮 那我这个 亮度的分辨率 指的就是 我把这个最暗到最亮之间 我分了多少个级别 分的级别越多 我平滑过度越好 这个是分了256个级别 因为我们人眼的 辨别能力就这么高了 而且我这个显示器 也就256个级别 你看这个是比较平滑在过度 这个是分了六个级别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边缘 人眼而且对边缘 是非常敏感的 非常敏感的 那刚才其实这个东西 我也说过了 两个分辨率 它其实分别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是这个像素 一个空间分辨率 对应的是像素 好 我其实在平时 也经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这个残浮相机 我们都说它有放大倍数 是不是真的有放大倍数 其实 怎么说呢 残浮相机 它其实是用了 用了不到一半的 大小的一个 一个 sensor 就全浮相机 全浮相机是 是35mm的吧 是吧 残浮相机是用了它 用了那个 sensor的大概是 2.5分之一 那么大 大概是这么大 2.5或者2.25分之一 那么大 就是它每个边缩小了一点 缩小了几倍 缩小了一点几倍 那么它这个 就是说我们 我们可能一个常识 大家都 都这么说 就是残浮相机 实际上是有 1.6或者1.5的 放大倍数 是不是真的 其实 它跟这个 这个相机的分辨率 是有关的 比如说 佳能的5D4 和佳能的7D2 一个是全浮相机 一个是 半浮相机 半画浮相机 它们两个 其实是一样的分辨率 它的分辨率是一样的 那只是就是说 那为什么有的人说 它是1.6的 放大呢 因为它 或者你就相当于一个 残浮相机 就相当于一个 全浮的一个芯片 把周围盖上去 只用了中间一小块 那这个时候 你在 你在这个 比如说 我经常拍鸟啊 你用残浮相机拍的时候 它 它 你在这个 这个取景框里 看到这个鸟 可能会比全浮相机要大 但你真拍下来 它不一定 就一定比全浮的大 还跟什么有关 跟你这个相机的分辨率有关 比如说90D相机是 90D相机 它用的是 用的是这个 全浮相机的芯片 它那个芯片用的只是全浮相机的2.25分之一 但是它 它的分 它的像素是多少 是32万吧 32兆 3200万 它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全浮相机的85兆 所以它的分辨率是非常高的 在这种情况下 它确实是有放大作用 如果光线都很好 光线非常好 采光非常好的情况下 它确实是有放大作用 它跟那个5DS也好 5D 5D 4也好 相比 它确实是有放大作用 因为它的 它的 它折成全浮的像素 是5D 4的 两倍半 那就相当于放大的两倍半 就面积放大的两倍半 它 但是 7D2不会 7D2跟5D4 它其实 那个 7D2只有 只有 不到2000万像素 5D4是 30多万像 3000多万像素 它们两个是 基本上相当的 那7D2 它其实照说 它的分辨率 还没有5DS高 所以它跟5DS比 它其实没有放大 但是它可能拍的时候 它取景的时候 如果是拍鸟 它可能 鸟在它这个 窗口里面 显得大 显得大 拍下来 不一定大 所以 这个 但是 但是为什么残浮相机 大家都说 残浮相机去拍运动的 还是好呢 因为即使是同样的分辨率 残浮相机 因为它处理的数据少 速度可以很快 所以 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 就是 这个是你可以考虑 去买它的优势 当然 就是说 我刚才说 90D 我有个90D 我就是咱们买来 来检测它的 它的那个 是不是真的放大 缩小 它确实是 它跟其他相机比 全副相机比 就是像素 只要不超过 80兆的相机比 它是有放大作用 但是它也有个缺陷 就是说 它在光线不好的时候 拍出来照片的质量很差 质量很差 但无论如何 你可以通过 下采样等等 去把这个噪点去掉 其实也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亮度分辨率 我刚才也说了 是对应相机色彩的宽容度 对应宽容度 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东西 就刚才我其实也给大家 大家那个 这个就是它这个分辨率 对图像视觉的影响 其实是蛮多的 而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 就是个很重要的研究 它有一系列的研究 研究的东西 比如说 我RAW DATA的显示问题 如果我RAW DATA 从屋里很暗的地方 往外拍 外拍是阳光灿烂的 这个时候 它整个画面的亮度 动态范围很宽 那你 其实你在拍照的时候 如果是RAW DATA 它其实所有信息都有了 但是显示的时候 只有256个灰度级别 那亮度级别 你不一定能显示出来 那怎么样能够跟人眼 人眼是 虽然人眼 人眼那个 我刚才说 人眼在相同亮度下 它识别灰亮度级别的能力 其实很弱的 12到24个级别 但是人眼是可以 随着这个 随着这个 随着 就是说 人眼眼球一直在不停地转 不停地转 不停地调节 它的背景亮度 在暗的地方 它一适应 它就可以辨别出暗的东西 到亮的地方 适应一下 亮的细节也能辨别出来 所以你怎么把一个图像 把它显示成一个人眼 跟人眼看上去一样的图像 这里有很多的研究工作 我这个分的也很细了 就是高动态范围 高动态图像的显示等等 这个也是一个很热的一个话题 研究课题 我在这里也不去讲 就是关于这个色彩 关于亮度和色彩的这个分辨率 其实是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从图像处理的角度 条件允许的时候 就是建议大家是尽量保存 这个RAWDATA 如果你要转JPAC压缩格式 JPAC压缩格式跟RAWDATA相比 主要它没有损失空间分别力 它损失的是什么 就是亮度的分别 因为它把2的16次方这么多级别 转成了2的8次方这个级别 你是恢复不了的 恢复不了的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软件说 我把JPAC恢复成RAWDATA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一些 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方式 这个还是有限的 也不可能完全恢复 所以你如果 如果可能就保存RAWDATA 如果一定要转成JPAC 尽量采用高质量的选项 它有个质量选项 就是你在那个Lineroom 或者是Photoshop输出的时候 JPAC都有一个质量选项 这个也是我们平时好多 我们学会好多人问我的问题 为什么我这个输出以后 这个质量这么差 我说毫无疑问 你肯定是用了错的选项 你输出JPAC的格式的时候 用错的选项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错的选项 它主要损失的是亮度的分辨率 亮度分辨率 比如说我原来256个级别 你只输出了6个级别 你看你这个图像质量 就很差了 你看这个是个显示 这个是 这个右边就是一个 比较低质量的压缩图像 你看很多马赛克效应 它其实就是亮度 亮度分辨率损失了 损失了那个快撞效应就出来了 当然这个我们在做JPAC图像的时候 它JPAC是压缩格式 这个压缩格式 它一定是有质量损失的 只是损失到一定程度 可能左边这个 你看着还能忍受 还能忍受 到右边就有点受不了 产生边界效应了 刚才我说了半天 这个resolution space 就是空间的分辨率 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1024乘1024 最后把它变成32乘32 它是影响质量的一个因素之一 这个大家看一个 这个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说我从高分辨率到低分辨率容易 低分辨率再恢复是不容易 它细节已经所吃掉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亮度的分辨率 亮度分辨率的差异 顺便也告诉大家 其实就是说人眼 你看这个是256个绘度级别的 这个是128个绘度级别 这是64个绘度级别 这个是32个绘度级别的 到32你大概可以看到一些 我觉得其他也好像也能看到 这个是16个绘度级别 8个绘度级别 4个绘度级别 2个绘度级别 就黑白两色了 这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 这个Benchmark图像 Avina这张图片 这是256个绘度级别 这4个绘度级别 2个绘度级别 就是说我刚才说的 那个亮度的分辨率降低以后 你可以降到很多 当然就这张图而言 其实降到32个绘度级别 降到64个绘度级别 你都还不太看得出来 人眼还是可以忍受的 那降到16以后 32以后慢慢就看出来了 尤其是平衡 那这个就是其实显示器 只有256个绘度级别 那么你在显示一个 这个是一个raw数据的显示 raw数据显示的时候 它一定只能显示256个 那它怎么把raw数据raw data的时候 你2的16次方 就是256乘256 这么多个绘度级别 显示变成256个绘度级别 那这个方法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你看你这样直接去显示 它就没有 那调一下就有了 就把它再调出来 就是说有时候你在屏幕上看不到细节 我在屏幕上看到 我拍完以后 我看到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知道它里面还有细节 回去调一下就有了 就是你看不到细节的时候 一定是真没有细节 也许是也许是还有 那我们再看一个问题 我今天可能时间也没多少 现在8点半了 8点20多了 就是刚才我说了 我们在这个图像获取的时候 我们上有一项技术就是sampling sampling就是产生离散的空间离散 空间离散化 就是跟我们相机的像素有关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平时把一个大图 把它变成小图 这个过程也叫sampling 这个叫downsample 把大图变小图叫downsample 把小图变大图叫upsample 放大图像 放大图像 downsample是 一般来说是没啥问题的 没啥问题的 就是我把 其实就是我把这个 空间的间隔 空间离散化的间隔 把它拉大了 这个一般就是说还行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它也会产生时针 什么情况下呢 就是一些有 有Python的一些图像 有规律的 有周期性的图像 它是会产生 比如说 你穿了一件 一条一条一条的那个衣服 你如果拍一张照片 如果把它缩得很小的时候 你这个一条一条的条纹 会出现 很晕的东西 很变形的东西 这个其实它是叫 这个频率混淆了 这个是在采样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那至于就是说 我放大图像 如果我一个图像 我把它已经变成很小了 我想再放大 其实是比较难的 我信息已经丢掉了 这个 我把大图 缩小图在一般情况下 什么AI 就是放大的一个AI 做的有些情况还可以 就是你有纹理 比较清楚的时候 它做那个东西还可以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还是做的 也还是不是特别好 当然 当然这个也依赖于它的训练数据了 训练数据是常见的 或者你的图像是常见的 可以做的更好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 sampling这样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说 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其实当sample 它的 它其实影响到 这个图像的频率的 就是 就刚才我们说 这个当sample吧 大图变小图 一般来说没有问题 但是有时候也会出问题 有时候也会出问题 这个它会失真 失真 你看比如说 我原来的图是这样子的 原来图是这个 那我这个离散的频率 跟它这个 跟它这个周期 满足一定的关系的时候 我恢复出来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不满足 你看 你如果这个采样间隔太大了 那这幅图就变成这幅图了 这个就产生了 这个你看它的变化力就变了 这个变化力 它的变化力 比它慢 是吧 变化力就低 这个是高 这个是低 这个产生了 挺混淆的 你看这个图 这个是有纹路的图 它当sample的 不恰当的时候 你看这边就产生了一些 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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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也就是刚才我说的 你要是穿的格子衣服 或者是穿一个条纹衣服 你把你的 你这个拍完照片 你把它缩的小的时候 超过一定的界限 它这个 你这个衣服看上去是 很有问题的 你们回去可以自己试一下 当然在图像里面 静态图像就解释这个还不太好解释 那我们看一个视频的例子 就是说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 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 经常看到这个车轮 车子往前走 车轮往后转 是吧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 我们不是说了吗 视频是一系列的静态图像 组合 静态图像的序列 就像这五张图像 它其实是表示了一个 一个 名字在往右边转 对吧 在往右边转 你为什么知道它是往右边转的 因为这里有个点 这个点到这儿了 如果把这个点去掉 你再看它的转动的时候 你真的不一定知道 它是往哪转 因为你是一幅一幅的 静态图像在看 你其实在看静态图像 只是它 你这个眼睛有 这个延迟效应 你才看到它动的 那这个东西 如果我把这个 这是个标志物 如果我把这个标志物 把它去掉的话 你其实看到的 不是它在向 向右转 而是向左转 为什么 因为你很容易 把这个东西跟它 认为是它在转 它转过来的 你看 你如果把这个标志物去掉 这幅图到这幅图 你并不知道 它是向右转得到的 还是向左转得到 但是 这条线 跟它最接近 跟它最接近 你会很容易联想到是它 然后这个 这个也一样 它跟它最接近 就是说这个是 这个是在 在视频里边 来解采这个采量频率 会出现频谱混淆 相对来说 还容易 你看这个 我其实有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轮子在 其实轮子是往右转的 但是你 人看到的 就是 或者说 就是我们在电影 或者电视里面 经常看到一个马 一个车 飞快地往前奔 但是你看到的轮子 轮子是我在往后转 轮子在往后转 你看这个图 它在往左走 它在往左走 但是如果采样密度太高的话 你看它都往哪走 一直是在往左走的 如果衣服采样采样密度比较高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往右走 就你看到是往右走 它其实一直是在往左走 还有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是网上经常看到的 大家经常来 用它说是什么四维世界 像三维世界的影射 比如说灵魂什么之类的 左脑右脑什么之类的 其实这些都不是 它就是衣服 你看到的其实是 一幅一幅的静态图像 静态图像 你其实中间这个往哪转 你其实是不知道的 中间这个因为没有加标志物 你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如果对着左边看 你会发现它跟左边转的是一样 你拿右边当参照物 你就会发现它跟右边是一样 这完全是人眼的错觉 跟它往哪转没有关系 我们真的也不知道它是往哪转的 因为我们采集到的是 一步步静态图像 往哪转是你人眼的错觉 包括刚才我们说静态图像 你如果采样太 采样太低 采样率太低的话 你把它的贫图混淆了 这个其实也是贫图的问题 这个我们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在采样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 我看我还有多长时间 我在花十分钟 我花十分钟来讲一下 这个相机的内部格式 我们都知道 这个摄影人都知道 我们其实相机输出格式两种 一种是原始数据 一种是Z拍子格式 其实原始数据 它并不是一种图像格式 它是一个 它其实就是信号 信号的一个采集 信号的一个采集 那这一排的格式 是个图像格式 但是它是个压缩的图像格式 它是在这个RAW数据后边 加了片白平衡 饱和度等等 有的还做了去造 然后做一些的处理 然后把这个亮度的 16位的亮度转成8位 生成图像数据 再进行处理 再进行压缩 就得到了JPAC的图像 这是它里面有两种格式 RAWDATA就是说 我经常说就是说 你其实保留数据 应该保留RAWDATA格式 它是不管是CMOS 或者是CCD也好 就是Sensor能够采到的 最高质量的信息 都在这里了 然后你再把它转换成 浏览格式 它是原来就是信号采集 采集了就是说 你最高质量的信号 都在这了 然后你再去做换算 好 因为我们相机 大多数都是单个的偶合元件 单个的CCD 或者单个的CMOS 它其实 它其实每一个像素 它只得到了一个色彩 它是单个的 不是说我三个色彩 我都得到 每个像素 它只得到了一个 那这一个东西呢 那它为什么 我们每个像素 还有RGB呢 它其他两个色彩 是从旁边得到的 旁边得到的 你看 就刚才 刚才我给大家看了一个示意图 这里实际上是个滤波器 滤波器 然后得到的这个图像 有的是 有的点是得到绿色 有的点得到红色 有的点是得到了蓝色 然后 我这个点的 红色和绿色 从旁边得到 从旁边给它 就从旁边给它 我们怎么要讲这个问题呢 也就是说我们 其实我们四 比如说我们有 R5现在有42万像素 45万像素 45 4500万像素 那其实只有三分之一的数据 是真实的 其实只有三分之一的数据 是真实的 其它是人为得到 插值得到的 那就是说 它这个芯片 我们得到的RGB 实际上它是花插着得到的 那就是说 这个 不同的数码相机 它得到的这个方式不同 所以它的格式有不同 极数行 偶数行 因为自然界绿色的角度 所以呢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CMOS 它是 二分之一的像素 得到了绿色 四分之一的像素 得到了红色 还有四分之一 是得到了蓝色 然后你每个像素 它的 它的那个值 它的那个 其他的两色 是靠旁边 进行 它叫MOSAC的算法 把它得到的 把它整体得到的 当然就是说 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呢 就是说 你其实你的像素 越多的时候 你其实得到的信息 你选相机的时候 相机的像素越多 你其实获取 图像的信息越多 你的图像质量 就有可能在后处理的时候 是比较好的 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 没办法选 高像素的相机呢 它还有个相机的 处理速度问题 比如说那个 佳能的EDX EDX 只有2000万像素 这个是 其实EDX 其实蛮好的像机 我有一个EDX2 我也有一个R5 我为什么买了R5 我一直有R5 给它多一倍的像素 多一倍的像素 那它这个 它得到的信息 就多一倍嘛 就好很多 就是说 而且它的速度 跟EDX也是有的 一拼的 其他功能 包括其他功能了 那这个是它 相机的内部 就是我们相机 我们数据怎么得到的 在相机内部 其实只有 三分之一 就是我 我其实只得到 真实信息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所以就是说 这个 以前相机 以前那个存储盘不够的时候 大家都 大家都 它每个相机 都有好多尺寸 大尺寸 小尺寸 小尺寸 那当时 我们都提的建议 就是说 你知道 因为它是 有这样一个原因 你一般都要用最大的尺寸来拍摄 这样 这样你把它再缩小 你其实是把多的信息 你利用了更多的信息 来产生图像 那这样总归是图像质量会好一些 我们 不管后处理也好 不管拍照也好 我们的目的就是得到一个好的质量的图像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像素多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 我们协会就有好多 这个 这个WE的人 阿哥这件事情 说你像素多 其实你得到的那个光能也 每个像素都少 这个没关系的 我刚才说了 你看 你看 你得到这个 你只得到三分之一的 那个 你如果 比如说 EDX EDX是2000万像素 R5是 4500万像素 好 你如果觉得 R5的像素 每个像素的光能不够 你把它下采量到2000万 一定不会比EDX差 一定 它两个像素合成一个像素 绝对不会吧 它的信息量 绝对不会比 EDX单个像素会少 这个是 这个是 当然 你如果考虑其他因素 比如速度啊等等 或者是其他可靠性啊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不是我们要讲的东西 这个 相机这个 RAW data的数据的解析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我在这里我也不就 不多讲了 不多讲了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了 一 条件允许 尽可能用 这个像素多的相机 或者分辨力高的相机 你能得到更多的图像信息 从信息论的角度 你得更多图像信息 哪怕你觉得质量不好 你把它再下采样 也会得到不错的质量 也会得到不错的质量 就是同样的 同样的大小的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这个是三个问题 这个是三个问题 这个空间分辨率的问题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其实是 就是说一般的人是 要容易忽略是 就是像素的亮度分辨率问题 亮度分辨率问题 这个 我在这儿也不多说了 时间 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脂肪图 脂肪图和图像质量的问题 其实这个 这个 数字图像 就是图像处理这件事情 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 但是图像质量的评判 一直没有标准 一直没有标准 就是说我没有自动平凡的标准 就是我拿到这个图 这个图到底好不好 我实际上是没有标准的 大概在 几十年前吧 就是说 有个人找到了一个 大概其的标准 就是脂肪图的标准 脂肪图的标准 就是 脂肪图的分布 这个脂肪图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相机上有一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脂肪图什么意思 就是我每个像 每个 就是我比如说 我一个一张黑白图像 灰度图 我有256个灰度级别 好 每一个亮度 有多少个像素出现 这个亮度 把它统计一下 这个就是脂肪图 然后放在这个 比如说 这是从0到255 0到255 256个灰度级别 0有多少个像素 画一条 把这个值画出来 1有多少个像素画出来 255有多少个像素画出来 这个就是这个图 脂肪图了 你们看到脂肪图就是这样子 好 脂肪图跟图像质量 有什么关系呢 它有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简单的标准 就是脂肪图分布越均匀 我们人的视觉 感觉它越好 你看这四幅图 这四幅图 大概大多数人 都会觉得 这幅图看上去比较好 这幅图看上去比较好 那这两幅 这个是偏暗的 这个是偏亮的 这个它的对比都不够 它在这个地方 它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脂肪图 脂肪图其实 我把这个 把这个跳过去 因为现在后面剩的时间不多了 我简单把这个 噪声这件事情讲一下 色彩的东西 如果关于色彩 这个要说的东西比较多 今天我估计时间没有了 我就不去谈它了 关于噪声是什么东西 噪声其实是 无时无刻不在存 都存在着的 它分两种 一种是家性噪声 就是常见的噪声 还有一种是诚性噪声 比如说运动模糊 就是诚性噪声 或者两者都有 或者两者都有 家性噪声 它是常见的 大概有六类 就是高斯分布 均值分布 类分布等等 这个是 它是随机分布的 那它噪声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环境噪声 一个是环境噪声 在环境里边存在有漂浮物 气团没有或者等等 另外一个就是相机本身 电流电压 产生的随机噪声 随机噪声 因为你图像是 图像的数字表 它的来源是 电流电压的记录 电流电压的记录 那它这一部分 这个电流电压 它本身就是会有噪声的 这部分噪声和 外界的光线强度 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ISO大家都知道 ISO大家都知道 它其实它的作用 主要是放大信号 放大信号的同时 也放大了噪声 我们看一下 我这是个示意图 这个是光线充足 它其实带了噪声的 因为光线充足的时候 静光 就是光线充足的时候 静光时间很短 你的目标很亮 它跟噪声相比 噪声都是比较暗的 跟噪声相比 噪声 很弱 它这个我不需要 很长时间 我这个目标就很清楚了 那噪声还显示不出来的时候 目标就很清楚了 那这个即使带了噪声 在光线很好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的 噪声它不是没有 是看不到 那这个是光线不足的时候 晶光量不足的时候 刚才同一场景 我这是示意图 它这个也带了噪声 带了同样的噪声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把它放大 如果ISO把它放大的时候 你噪声就看到了 噪声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了 如果更少的晶光量 把噪声再提高 你看到就是ISO再增大 你看到就是更厉害的噪声 更厉害的噪声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 当然我也毕竟掌握得很好 你要是想避免噪声的话 晶光量 光圈速度是 你要让它充分利用 充分利用这个晶光量 尽可能的晶光量大 这个是 去除噪声最好的方式 那有了噪声 还是 那就是说像我们拍鸟 经常是要速度很快 ISO不可避免会提高 ISO一提高 噪声不可避免就被放大了 即便是你平时噪声 就是说你的环节的噪声不多 ISO一提高 还是会把造成方法 还是会把造成方法 那这是就叫气噪了 去噪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我们 以前的方法就是平滑它 有很多气噪方式 比如说中直滤波 平均滤波 中直滤波等等 一大堆的滤波器 这个都是传统的滤波方法 那现在这个 淘派子出来 淘派子出来以后 我不知道 我反正拍鸟的 拍鸟的这个 朋友肯定知道 这个软件 它去除噪声 要比一般的 这种平滑的方式 比如说 Botoshop里边 平滑的方式要好 要好 它用的不是 就是跟我前面说的嘛 它用的不是这种 简单的线性滤波 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是 线性滤波 它是自己 根据训练数据 构造了一个 构造了一个 这个滤波器 我记得 那个杰夫 就是拍野生动物 那个杰夫 他自己 根据 TOPITS的功能 他自己构造了一套 关于这个 杰夫 去造2.0吧 2.0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里边 都包含了很多 我刚才讲的 它里边的背景常识 比如说 它在去造之前 它不做这个 对比度增强的 为什么 因为对比度增强 它会增强造声的 会把造声增强 对比度增强什么意思 对比度增强 就是把亮度 刚才我们说的亮度 有个量化 亮度有个离散化 它把亮度那个级别 把它降低 就实际上就是一个 它就是 对比度增强 它其实有一个方法 就是把亮度的级别 降低 你们想想 二值的图像 对比度是最强的 是吧 四个值 要比八个值强 八个值要比 十六个值强 所以增强对比度 当然你说 我不增强那么强 它会增强 这个造声 所以 在杰弗利波里边 它是主张 降低对比度的 降低对比度 其实背后的原理 其实就是说 我不要把那个 把那个 造声把它变得更强 才变得更强 这个是关于 噪声的问题 我想今天差不多了吧 你看 它其实噪声 噪声这个 拍摄图像 噪声图像 它实际上就是 拍摄图像 加上噪声图像 这个 它的原理 就是这样子 那我去造 是什么 去造 就是要把这个 噪声图像 把它去掉 去掉 然后保留下来 这个 它其实真实图像 再加上这个 噪声图像 就是真实图像 就是没噪声的图像 加上 加上一个噪声 本身的图像 就构成了 我们拍出来的图像 还有一个去造的方式 实际上是 平均去造 就是实际上 我们在夜 暗光下面 我们长时间拍摄 它实际上是个 去造过程 假如你的场景 是不动的 固定的 你能得到一副 很细腻的图像 那经常也有人在讲 我用时间 换质量 是吧 我比如说拍一个 什么水啊 什么的 我让它时间长一点 它其实这个 这个过程 它是跟这个去造 这个原理有点像 那比如说 这张图像 就是在这个 卫城广场拍的 那是个夜景 你看那固定的地方 它就特别 特别清楚 那人动的地方 人动的地方 就会 就会 或者去掉了 或者 或者它是 有点 有点 那假如你想拍一副 这个 在夜景 暗的光下面 拍固定的场景 静态 静固 你可以用长时间曝光 也是可以去 它的去造原理上 就是平均去造 平均去造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 就是平均脸 就是我们 我们大胆猜测 人脸就是 一个平均脸 加上噪声得到的 这个噪声就是父母 父亲和母亲 随机 随机这个 这个 这个 采样得到的 那这个是个 东方人的平均脸 这个平均脸就是 大概是好多 东方人平均以后 把噪声去掉了 把噪声去掉了 就得到一个标准脸 时间差不多了吧 那个 讲的太多了 OK 那我们看看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看看先生的朋友 对今天那个 弘扬讲的这些 图像处理 理论基础方面的知识 有没有什么问题 OK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弘扬还有什么 要补充的吗 没啥了 这个大部分也都提到了 OK 那我们就感谢那个 弘扬今天精彩的分享了 那所有的视觉效果后面都有相对应的 理论理论基础 希望今天的讲座呢 对大家在以后的图像处理的上面可以有一些帮助了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参与 谢谢洪阳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这么久啊 谢谢洪阳 准备好充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感谢观看